養和醫院婦院長妻子 在辦公室桂桶發現避孕套 懷疑丈夫有婚愛情 展開長達4年的離婚訴訟 13歲的風仔 在美國芝加哥被母親送上飛機 來香港找父親追討善養費 洪國華和霍英東兒子霍文芳分居後3年 在法庭辦理離婚訴訟 爭奪撫養權以及善養費 適應女性雍正正的好友兼上司 資深的法律界人士林敬業 在11月2號墮樓不幸身亡 目前警方已經就事件展開調查 大家好朋友 歡迎大家收看《拍案驚奇》 今晚我們的話題圍繞著 男女、丈夫、太太、子女的論常有關的話題 講這一方面 今個星期最熱門的話題 莫過於兩位我們的行家 雍正正和林敬業 當然我們所討論的話題 絕對不是任何影射 林敬業或林敬業的事件 只不過是用這件事件 帶出那些關於男女方面的 法律上經常遇到的問題 很簡單這樣講 我想很多我的朋友 或者姨媽姑姐都發覺一下 究竟事件中的兩個男女主角 會否真的有婚外情 或者通姦的行為 我們先探討一下 究竟通姦行為在法律上 有甚麼後果呢 以前曾幾何時 通姦可能構成刑事罪行 甚至通姦可以導致受傷害的一方 可以在法律上追討賠償 我想兩點要留意 第一 要有通姦行為 第二 這個通姦行為 是要配偶不可以忍受的 即是說如果雙方各自各精彩穩直的話 大家都不可以用通姦這個理由 向對方提出離婚 事實上我們近年雖然離婚的個案 不斷增加 但真正以通姦作為離婚申請 是越來越少的 事實上在個案上 近年更加是說 絕大部份的離婚案件 都是以分居 一個和平分居 作為一個申請的理由 而通姦根本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為甚麼呢 最主要是證據上的問題 因為由於要證明一方的通姦 是非常困難的 譬如就好像我們最近看到的 雍正晶事件為例 即使傳媒的狗仔隊 不斷有一些新聞圖片出來 是跟到他們一起 譬如上班下班 一起吃飯 甚至乎是同一時間 去了哪個地方上樓之類 又或者我們有時見到一些個案 牽涉到一些私家偵探 是跟到一些男女 是在他們入酒店 幾點鐘進去幾點出來都好 在法律上都未必足夠構成 這個通姦的行為 基本上來說 真的可能要到足姦在床才算數 不過你剛才說的那些拍照 例如出入 可能會構成足夠的證據 就說對方的行為不合理 跟第三者有不尋常的關係 即有拍拖這些 其實不只是說要通姦 在不合理方面都可以做 而這個不合理行為 亦都必須要配偶的一方 是不能夠忍受得到的 亦都有些更常見的例子 譬如賭 打老婆或打老公 即如果我犯賤 她做什麼我都不介意 那就沒事了 是啊 如果太太被她打習慣 那她說沒事 我不覺得我忍受不了 或者法庭覺得她不是忍受不了的 已經不足以構成 申請離婚的理由 但上述講的兩項 包括通姦也好 不合理行為也好 都牽涉到不多不少 是一方對另一方作出指控的 而也需要在法庭上舉證 以及要由法庭正式接納這個證供 才可以有效 所以很多時候 尤其是近年來講 更加多的個案 是牽涉到一些比較容易的方式 即寫難取義 就不要說要互相指控 而甚至乎有一個和平的方法 就是互相分居 作為離婚的申請 法律上分居都有兩個理由可以提出離婚 第一 雙方都同意離婚 而大家都是夠分居一年 第二 就是單方面提出離婚 就是我不管對方同不同意 只要證明足夠兩年的分居 法庭都會批准離婚 對 不用說要 好像以前那樣 很多個案就說 我反對離婚 於是就打餐猛 又或者有些個案 就說牽涉到離婚我就不介意 不過子女我一定要回來 我們發覺近年 其實越來越少 牽涉到真的同不同意離婚 又或者是子女要不要那些問題 相反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很現實 講錢 究竟應該到時離婚的時候 應該誰給誰什麼錢 哪個層樓給誰 這些才是近期真正打官司 最多時遇到的問題 講到錢 有一宗案 女方離婚之後 拿到一大筆錢 但也不夠被律師費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 案件的來龍去脈 養和醫院副院長 李維達的妻子張曼若 在94年 由於在辦公室圍堂發現避孕套 懷疑丈夫有婚外情 在第二年 展開長達四年的離婚訴訟 結束二十載婚姻 其後上訴庭法官 判他可獲二千二百六十萬元的線量費 在2000年11月21日 他現身家事法庭 進行內庭聆訊 有關被前夫李維達 委任辦理離婚訴訟的律師行 吹土九五至九七年 約七百萬元訴訟費用的事件 波瑋 我們一提到離婚 便必然跟著說分家產的問題 不如我們說說法庭會考慮什麼因素 最主要當然考慮雙方的經濟條件和需要 這是一個大前提 這個大前提之下 法庭也要考慮幾個因素 包括雙方的年紀 雙方結婚多久 例如剛才那件個案 如果是十多二十年 十至以上的結婚年齡 當然在分產方面 女方又可能分得多些 第三件事 就是考慮雙方的賺錢能力 本身的經濟條件 又或者將來的需要是怎樣 這些都是當然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我們經常說 就好像一定是女方向男方拿錢 其實考慮到賺錢能力方面 如果女方的賺錢能力比男方好 男方是絕對有權 向她拿回善養費 對 這是一個錯覺 就是以為一定是女方才能拿到錢 事實上 男女雙方都可以向對方 撒取善養費 或者財產上的分配 另外法庭也會考慮 雙方在婚姻期間的生活水準 例如仰和這案件中 就說女方婚前吃煙窩 其實這一點 法庭也是考慮的因素之一 例如具體來說 如果夫妻在婚姻期間 住在三千多呎的地方 離婚之後 如果雙方經濟狀況沒有變的話 男方不能說 女方只能給她幾千元 她租了一間板間房 有些人錯覺 是否應該離婚的時候 男女雙方應該 譬如印一半 或者香港人以為 一三分之一這個規矩 是否一定會執行 而事實上 法律上沒有說明 應該是怎樣分法 多少份 多少份之幾 純粹是看看 雙方剛才所說的 各方面的條件 還有一個請請請 請請後 沒有什麼特別的規則 而在這個請中 法庭也會看回 雙方對於家庭的福利貢獻 例如男方在外面 很努力地賺錢養家 是否女方完全沒有貢獻 不是的 也會看回她在家裡照顧小孩 或者照顧小路私餘 也幫助先生發展她的事業 法庭也會考慮這些因素 法庭也會考慮 我經常叫人不要亂打官司 其實如果說增產的官司 更加唯心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雙方離婚的時候 牽涉到增產 往往是要將這麼多年的 互相的戶口 互相的財政狀況 互相是要攻擊 互相拿來鐵底牌 甚至乎我們看到的個案 由於之前可能 我也太深了 到真的離婚的時候 癢到這麼深 變成很簡單的事 都會在互相 甚至像煙灰中那麼簡單 都會說 那個是我買的 你不可以拿去 是我要回的 很濕碎的事都拿來打官司 所以往往是很輕微的 搞到很長時間 搞到大家的關係很差 當然不要說 律師費方面 段日計 往往是很驚人的數字 就像剛才我們看到的個案 本來牽涉的數目 其實如果談一疊 大家互相比 最簡單 但結果到最後 反而是律師費 更高於分土產的數目 Paul 另外一宗案 英國這兩天 都挺矚目的 就是處理同居男女朋友 在處理家產 即是分產的時候 有沒有得爭 我相信主角 如果馬迷都很熟悉 就是香港的連馬斯愛倫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談一談 好 離婚沒有好處 一點好處都沒有 有很多事後問題 如果有孩子 你怎樣解決孩子呢 你一起住 你怎樣解決問題呢 你又說哪一個呢 很大問題 不可以接受 離婚也沒什麼問題 如果離婚 對子女當然不好 沒有爸爸 或者媽媽 如果是可以挽救到的話 當然盡量去挽救 或者對子女方面 對整體的家庭 都應該是可以挽救挽救到 盡量 有時候我們在街上 聽到人用粗口問候人 不過在法庭裏面 就要小心點 最近有一名男子 他被控偷竊 在認罪的時候 表現得非常有禮貌 不過聽到裁判官 他即時監禁16個月的時候 即時就變得很生氣 用粗口問候裁判官 於是裁判官 就用他藐視法庭的理由 就加監三個月 誰知這名男子 變本加厲 再用粗口問候裁判官的老婆 於是裁判官再加他兩個月的監禁 前後總共因為藐視法庭 被加監五個月 所以我們在法庭裏面的言行舉止 要額外小心 千萬不要立亂問候人 視頻是否已有一個人 視頻是否有得到 是否有得到 是否有得到 視頻是否終於是 我會有一個人 尤其是否有得到 為什麼會有得到 我會有很多人 根據統計處 和司法機構的資料顯示 在2000年 香港人登记的结婚数字是30879 而离婚数字是13048 离婚是42.3% 而在香港的法律之下 是出离婚的唯一理由 是婚姻破例子无可挽救 包括通姦、不合理行为 一年分居及双方同意 两年分居 或是已经被遗弃最少连续一年 Paul,现在时代就不同了 很多人都选择同居而不结婚 对,我经常听到女士投诉 男士不肯和我结婚 没有一子分书的保障 究竟事实上是否真的结婚那么重要 一个男女如果她们始终没注册 仍然没有正式法律上的关系 一旦有分手的时候 在法律上始终没有保障 变成要看男女双方本身的业权 包括她们住的地方 或者她们的财产方面共有财产 没错 但始终没有了 好像法律上夫妻那种的关系 也没有这样的保障 以下这个个案 也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二年六十岁的香港三届冠军 莲马斯 艾伦 要求禁制相识十五年的女友 向外界披露 双方分手官司内容的上诉庭语讯 据英国《泰盈士报》报导 艾伦女友分手之后 向法庭要求 有权在艾伦的伦敦寓所居住 结果败诉 据该部引述女方透露 在聆讯期间 艾伦指她只是她众多情婦之一 又在细章中指出付款给女友 以及与她一起 只不过仅仅是为了性活动 艾伦和这位女朋友 同居了十五年 当双方分手的时候 女朋友曾经要求 要在原先她们住的地方 继续保留她的居住权 之前已经有家事法官 已经说不批准了 理由就是因为他们 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一个正式的 所谓的夫妻和妻 一个夫妇 甚至有实无名的夫妇之间的关系 而最主要是 为什么女朋友那么生气 因为艾伦在细章中说的证供 就是说十五年来 其实我都不当她是妻子 我只是当她是一个性伴侣 就是我给她租了地方 放在那里 我需要的时候就找她 那女方当然就很生气 就是说原来这样 就是等于我当她是性奴 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女朋友 但这一笔其实已经是 搞定了 现在最主要 这两个在英国上诉庭 審的是什么性质 就是说究竟当时 艾伦说这些说话 现在这个女朋友有没有权 将她说的话公开 将双方的秘密公开 因为很多时候我知道 即使香港也好 家事法的审讯是在内庭做的 那里面双方说的证供是不公开的 那很多时候 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保密性 就是保障双方的私隐 但是现在似乎方向 都是倾向于比较公开透明的审讯 那家事法都可能不例外 而这个案例对香港的重要性 就是有可能影响了日后 香港的家事法内庭审讯 都可能会走这个方向 就是公开 那这两个案件 就是积木以待的发展 艾伦跟她女朋友同居15年 都不住审结婚 除了有性无爱之外 会不会是为了避免承担 一子婚书的责任 免得过翌日离婚 要分财产给女朋友呢 很多时候有钱的男士 就避免了被女孩子增产 就有一个这样的做法 那其实她们可以考虑 签这个婚前的协议书 其实在美国各方面都很流行 是 这也有很多市民问 究竟香港是否流行这件事 有没有效用呢 那基本来说 如果是男女双方 在婚前 在清楚明白自己的权利之下 和自愿地定立立协议书 理论上法庭会参考的 但是由于香港的法例 是不容许任何人 是预先用合约形式 是约制了法庭的权限的 所以就算你签了也好 没用的 将来法庭都始终看回 双方的能力和需要 法庭只会用这种文件 作用参考的作用 阿波罗 我们说了几宗 男女双方都一起欠一些东西 欠钱等等 那我们接下来的这宗案 就是男女双方 都不欠个小朋友 那不如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案情 2001年4月17号 13岁的风仔 在美国芝加哥 被母亲李芳送上飞机 一个人来到香港 找任职助理小贩管理主任的父亲 追讨善养费 到在香港之后 父亲并没有接机 航空公司职员报警处理 警方后来将风仔转交社署 并送去儿童院暂住 在6月8号 荃湾法院班下一年的照顾令 由父亲负责照顾风仔的起居生活 9月10号 美方决定领回风仔 风仔在社工的陪同之下 翻翻自家国 据消息说 男女双方在1985年在上海结婚 后来来香港定居 1987年生了风仔后就分居 在分居之后 南方没有给她任何抚养风仔的费用 在三年前 李芳到了美国 和现任丈夫结婚 在离开香港之前 也曾经到法律援助储求座 是会挺震惊的 我觉得双方都不适合 因为你们已经生了她出来 如果你不养她 即是他们的父母 但你又不养她 那谁可以养她呢 难道真是扔他们的孤儿园 我们处理的离婚案件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是最惨的了 有时成为了父母之间的磨心 因为牵涉那个抚养权的问题 就会 究竟死了 跟爸爸好 还是跟妈妈好 还有一个东西 中国的父母 很流行把小孩子 当作自己的资产 他们就不是把小孩子的利益 放在大前提 甚至为了说服小朋友跟自己的话 分分钟不让小朋友见妈妈 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 说实话这件事我们也有改革 在来的 因为以后不仅是要 哪个抚养权 哪个探访权 而是甚至把权限分为四份 包括如何一起住 其中一个 另一个就是探访 第三个就是哪些应该可以做的事 是大家互相商量的 例如他读什么书 守什么教育 什么宗教 而第四项 有些事项是不能单方面自己选择做的 例如带他出去其他地方玩 或者离境 而这宗案 我觉得风仔更加惨 因为一般双方一齐争 都更开心一点 其实父母双方都疼 但这宗案 居然父母双方都不要他 又是一个钱字 将他当个球踢来踢去 而最终 原来是因为 父母没有付钱的妈妈 作为养小朋友的费用 其实说真的没有付钱 是否构成他不用附上公养 就是照顾小朋友的责任呢 法律上当然不可以有成一个合理的理由 但如果真的做的话 唯有要看回社会福利有什么保障 那这宗案就说不要小朋友 另外有一宗案就是洪国华案件 就是说双方都欠小朋友 也牵涉追不到赡养费的问题 不如我们都看看这宗案的案情 已故命令深海私针的小姨洪国华 八五年底 同相恋六年的霍英东儿子 霍文芳结婚 婚后诞下儿子霍子明 这段婚姻到九五年梁起红灯 双方分居后三年 九八年 在法庭犯例离婚诉讼 争夺儿子的抚养权以及赡养费 期间霍英东也要上庭做证人 最后女方奪得抚养权 就这宗案件 裁判官指出 霍文芳父亲的身份并不清楚 霍英东并非他的父亲 但霍英东将于霍文芳的出身登记 根据他的姓氏 而法官更加发现 虽然霍文芳和父亲的关系疏离 而他多次向家人贷款言无需清还 证明他有足够的能力 承担五百万元的赡养费 男方不是那么大体 做得不是那么大方 我觉得不应该对博公堂 始终他们曾经是两夫妻 加上如果对博公堂的话 会浪费很多时间 或者是那个问题越来越深 即使有法庭的判令 判例如女方最常见 有这个赡养费 或者其他财务上的安排 也好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男方是不负责 甚至乎不见了人 那怎么办呢 女方当然可以做的 就是向法庭申请 由一个所谓 judgment summon 就是一个传令的形式 是传照这个男方上庭解释 为什么不给这个钱 有什么困难 那如果法庭认为这个男方的解释 是不合理的 或者不接受他的 又或者明知他有能力 而是不负的话 法庭是有可能判这个男方 构成一个藐视法庭罪 甚至乎是作为监禁 而监禁之后 也不能抵消他要付款的责任 即不是坐牢 也还要付钱 是的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向法庭申请 扣额入息令 要求法庭命令 付款人的雇主 直接将付款人的部分薪金扣起 就给女方作为赡养费 这种方法比较适用于 如果男方一般来说 是有稳定的职业 例如政府工那些 或者大公司打工 但如果男方做的那份工 是现金收入 好像即使司机、小贩那类 没有正式收入登记证明的那些 是的 这个扣额入息令 对女方毫无保障 也没有什么帮助 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看来大家 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 或者有什么建议的话 欢迎写信给我们 或者是电邮我们的网址 那么下星期再见 拜拜 其实两个双方 如果互相喜欢的 在一起会会开心一点 最主要是互相关怀 很多年纪大 互相照顾而已 婚姻有个底线 就是你要想到你下一代的感受 分享开心、不开心、贫穷、病康 你结婚的时候 既然撕了这个commitment 你就应该走这条路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